再把两个西红柿洗一下 今天中午我来给你做一个炒面 等会不会是想吃的 西红柿是鸡蛋吧 先把面条炒一下 炸面 香味已经出来了 看着特别有食欲 是不是比饭店也像 主要是饭店里面用的是那个 饭店酱 对 我这个胸是直接吵出来的 这儿 昨天你去练车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 无意间听到咱妈的妈的一段对话 什么话 说咱们开小大 所以要不咱们出去当后 妈她在家里肩孩子 把孩子留家里 肩孩子 嗯 那行吗 那因为你幼儿园呢 她可以帮她带 如果上一年级的话 肯定就 可以学习啊 让她来福老 我也没赶心去说 那我说跟你说一下 老百姓大部分都是在这儿 能挣钱啊 出去挣钱啊 照顾不到老人孩子 在家呢 不能挣钱 这都是现实就是这样 就咱出去也是我一个人出去 所以咱们把家里面 我也不好找 然后外面有以前 今年 就是大环境 正好你就练车 然后已经费时间了 嗯 看下咱们 什么时间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对 着急哦 就是大就是随着大车吧 也是以后也不是一种 吃饭的一个本领 对吧 嗯 嗯 嗯 咱们老家公司收拾日 便宜点 咱们200开吧 终于没做的汤 今天中午做的饭 绝对是费 很毛病 哈哈 嗯 那现在你看啊 咱们邻家好像是 开公车车的 嗯 百分之五六十的 就是夫妻家对外打工 孩子扔给老人 像 少部分呢 是有个 比如这儿站 比方二十三十的 就是 男的主义打工 媳妇在家看孩子 孩子是这样 因为没有文化 如果像有一点文化的 在家里也要工作 我一定就是正式的也要工作 说是咱们两个一个孩子 跟谁玩的时候都行 两个孩子就得四斤斤一个人看着 对 咱妈也是惦记咱们 说咱们开挑的 想着说 趁现在能帮男带孩子的 有帮男带的孩子 还是没句话 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 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所以咱们这时候就是这样 生活嘛 每刻都有自己的烦恼 面对城市生活的 反正有没有烦恼吗 也有 是吧 反正今年也已经回来了 起来是得安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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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